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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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我們上禮拜呢 是我們那個資本預算評估的第一個部分 那個部分呢 我們比較著眼點放在 我們的投資案評估的技術 那我們講的幾種方法 我們有那個回收期限法 會計報酬率法 還有進限執法 內部報酬率法 加上我們的那個 最後的那個獲利指數法 那在上個禮拜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跟各位 敘述的各種方法 他所想衡量的投資績效 到底在哪裡 什麼樣的時機跟場合使用什麼樣的一個技巧 那我們大致上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 站在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的這個 這個目標之下的話 我們應該是依附著 進限執法 來選擇我們的一個投資案 尤其是在 一個安全性的一個指標 如果你在挑選兩個 進限值相差 不大的一個投資案 但是其中呢 有一個投資案 他的內部報酬率 或是獲利指數 遠大於另外一個投資案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內部報酬率比較高的 或是獲利指數比較高的 那個投資案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當然這也是 做決策上面的一個 可以參考的 第二 secondary的一個 投資績效的指標 那我們這個禮拜呢 我們就開始要來想說 如果真的去做一個投資案的分析的話 那你大致上會經歷 哪幾個現金流量估計的一個過程 OK 那我們當然在這邊沒有辦法講 非常複雜的投資案 因為真實的投資案 大家可以想像到 就是一個最小最小的一棟房子 你如果要蓋的話 那個成本的項目 很可能就超過幾百項幾千項 那我沒有辦法一一跟各位講說 那怎麼樣的東西當作資本支出 怎麼樣的東西當作當期的費用 尤其如果你們將會經歷到的 比較大的公司的投資案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說台灣高鐵 那他當初在評估他投資案的時候 那他的計畫書很可能是 好幾家管理顧問工程顧問公司 花了很長的時間 可能做出來幾十大本的 投資案的評估 那我們當然不可能在我們 短短兩三個小時之內 跟各位走相同的程序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很可能就只能夠很 簡要的 跟各位講說怎麼樣的一個 issue怎麼樣的問題 可能是重要的 然後我們在這邊也可以找一個 比較簡單的例子 然後跟各位講講看說 這個投資案的評估 大致上是有什麼樣的issue 可能在我們這個階段 在大學生的階段 應該要注意的 所以我們會講的例子 可能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那當然投資案 其實會有很多種不同的投資案 一般企業常常看見的投資案 當然第一個就是全新的一個投資案 就是公司前所未有的一個function 或是一個產品 或是一個設施 然後你今天需要去決定 你要不要去做這個投資案 OK 那當然你如果還要再說 那企業有沒有其他類型的投資案 當然有 他有太舊換新的投資案 然後他還有一些是不得不做的投資案 不得不做的投資案就是說 他可能沒有這樣的經濟效益 但是你不做的話 會違反法規 那就算是一個很花錢 然後不會賺錢的一些 像是防治污染的 或是怎麼樣的設施 或是什麼殘障攻堅 殘障的那個accessory的那個 波道那些東西 你會覺得說 我們公司都沒有殘障的員工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非做不可 那你當然也要去做 那儘管你可能找不到正的MPV或IR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就談論 只談論一種 因為我們的時間關係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談論這個投資案的過程當中 去思考一些問題 知道就是說 哪些成本 我過去好像都不是這樣想 那可是今天很可能就要 用比較好的一個 就學過財務管理的一個眼光 去看一些問題 那當然也會幫助各位 可能各位在做很多思考的時候 也都會忘掉這些東西 那我們這邊 我們強調一下 我們這邊要講的投資案 它是非常簡化的一個投資案 那它有第一個類型 當然就是它是一個全新的投資案 那全新的投資案為什麼它比較簡單 比如來講 這個全新的投資案呢 是公司前所未有的function 那你今天如果要決定說 我要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可能會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我們上禮拜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我們投資案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種類 一種叫做獨立投資案 另外一種叫互次的投資案 那你如果是前所未有的function來講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決策者只是要去決定說 那這個東西對我來講 有沒有正的經濟效益 如果有正的經濟效益 我就可以接受 那所以呢 它是一個比較傾向的是獨立投資案的類型 獨立投資案 那你只要看它是不是具有正的經濟效益 你就可以去採行這樣的投資案 那我們說 剛才有提到一個類型叫做太舊換新的投資案 那太舊換新的投資案來講的話 它事實上就有點像是互次的投資案 那互次的投資案你要做的比較就是稍微多一點 你等於是要比較兩個方案 比如太舊換新 它事實上就是說我現在有個現行擁有的機器正在運作 它事實上是可以再繼續運作下去 但是你要不要在這個機器的壽命還沒有全部結束之前 然後把這個現在擁有的一個機器設備所能夠執行的方形 把它用另外一個機器來取代 所以你就要比較兩個方案 對不對 那比較兩個方案稍微來講就要比較複雜 你必須要去做很多很多的評估 比如說新機器那是不是效率要比舊機器要好 那舊機器如果我現在不太舊換新的是 那它什麼時候還是要換新的 那所以你去考慮這些可能性的過程當中 就會讓我們投資案的評估變得有點複雜 那當然我在比較可能另外一種類型的財務管理課程裡面 可能就會講太舊換新 這樣的決策該要怎麼做 那當然是複雜蠻多的 很多的同學搞不太清楚 那中間為什麼這個東西要撿那個東西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入門的課程裡面 我們就太舊換新的那個投資案 就捨略過不假 因為我們希望就是說 其實在執行投資案過程當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 在這個全新的投資案 也就是獨立的投資案的評估裡面 應該都會帶到 所以我們就會把那些比較複雜的個案 留在如果各位自己有興趣的話 那可能可以修比較 advanced的一個財務個案 或是財務管理的一個課程 那第二個來講 我們說我們要舉的這個例子 有第二個簡單點 第二個簡單點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這個機器設備 我們在我們整個投資案的一個期間裡面 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所謂的大修 或是汰換重要零件的那些決策 那理論上各位要知道 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事實上有很多的投資案是沒有中止點的 比如說你投資一個迪士尼樂園 你不會說我迪士尼樂園 只要經營十年二十年 理論上那會是一個永續經營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個體投資案 那理論上來講就是說 你如果要永續經營這樣的一個投資案的話 那勢必有一些東西 他就必須要太舊換新 那勢必有一些東西你就必須要去大修 或是要去改善他的機能 那當然他會有不斷去增設一些 遊戲的一個空間 他很可能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 一個擴充的一個計畫 那樣的投資案呢 他事實上會牽涉到比較複雜的條件 比較複雜的條件就是說 你可能一一要去估計一下說 那每個機器設備 他的經濟壽命是多長 那你如果要永續經營這樣的一個投資案的話 那勢必就要考慮說 每一個年度就要考慮說 那我有沒有增加投資的需求 那樣子的話 那當然會牽涉到比較多的一個 經濟參數的一個估計 不是我們不講那個東西 那事實上如果要去評估一個 一個永續經營的一個投資案 他的過程有一點點像我們在 財報分析企業評價的那樣的課程裡面 去評估一家公司的股價的過程 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我們會假設一家公司 他是永續經營的 那所以呢而且我們會覺得說 正常的公司經營 他應該是會有正的成長率 所以你就必須要去估計一下 這每家公司 他每一年 他應該要增加多少的投資 才能夠維持我們的收益 或是我們的鼓勵 或是我們的盈餘 能夠永續成長 因為我們前兩個禮拜 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如果說要那些經濟參數 能夠維持一個正的成長率 那事實上就必須要有所謂 保留盈餘再投資的一個動作 那那樣子的話 你要估計的參數 也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所以呢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舉的這個例子是 有限的壽命 有限的壽命 而且這中間不需要有大幅度的 資本支出 不需要有大幅度的資本支出 所以他的計算上面 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為了 那我們這個課程的幅度 可以在這個一定的時間 一定的範圍裡面 把我們覺得很重要的要素 跟各位說明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把我們的那個 投資案的一個屬性 稍微要做一些簡化 那當然各位真的如果到工作上面 如果遭遇到真實的投資案 那可能稍微會比這個複雜一點 那真的如果說比較大型的投資案 通常也不是會在公司的財務部門裡面 就去把它做出來 我們有非常多的上市上規公司 他在做投資案的時候 他是會找外面的工程顧問 或是管理顧問公司幫他做整個評估 那站在你公司財務部門的經理人員來講的話 你要有辦法去閱讀這個投資分析書 甚至要去判斷說 這個管理顧問公司幫你做的這些分析 是不是正確的 是不是合理的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很簡單的 一個投資分析的一個例子 那各位很可能會面對的 會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好 所以呢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陳老師決定 從下個年度開始 然後不想當老師了 決定要去當計程車司機 那決定要去當計程車司機呢 我就會面臨一個投資案的評估 那我投資案評估就是說 好我假設我未來五年想去當計程車司機 體驗我的人生 那我現在所要面臨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第一個 我馬上就要去買一部計程車 當然你說也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要不要用租的或怎麼樣 但是我們就簡單一點 說我要去買一部計程車 然後把這個計程車裡面的設備 專制到可以到達去做一個營業用的計程車的一個程度 那我所要花的錢有多少 那這就是我的原始的投資 OK 然後呢我假設說我要開計程車的年是五年或多少年 那我這邊只做三年那是因為我不希望讓這個PowerPoint的那個長度拉得太長 然後那個字寫不下去或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假設說經過一些年以後 那我就決定結束這個計程車的一個投資案 很可能再另外去找個工作呢或是回來再當老師 那所以我的投資案的話就是有限生命的 那我的計程車呢原則上就是如果沒有發生大的車禍或怎麼樣的話 那我應該從今天一直到我結束營運的時候 不需要再去做一些資本支出 那你們可能會講說 可是老師你的車子一定要保養啊 一定要換個輪胎或怎麼樣 沒有問題 所以那個保養啊或是換一些簡單的零件換個輪胎那個東西 不算資本支出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每一年的維修的費用 就在你每年的營運成本裡面去扣除掉 所以這個不是問題 所以呢我非常有可能從這邊 開始我要去評估我要不要去做計程車司機 所以呢我假設說我要花一百萬的代價 去把我的計程車拿到 OK 那當然這邊會有一些細微的一些東西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再報告一下 那我假設我開計程車開三年或開五年 那每一年呢會有一個營運的現金流量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強調 為什麼不是稅後盈餘 而是營運的現金流量 那也就是說我假設每做一年 我就會帶來一個營運的現金流量 那正常的狀態之下 我們會假設這營運的現金流量 應該是正的 應該是正的 絕大多數要是正的 那沒有其他的理由 因為理論上你這邊花了一大筆錢去做的投資 那你當然說這個投資案會延續四年五年或多少年 那理論上就是要從每一年的營運的成果之中 就幫你去把原始投資的錢賺回來嘛 記不記得我們上禮拜有講那個回收期限法對不對 那你就要說我原始支出一百萬的現金 去買了一部計程車開始營運 那我是不是當然也希望每一年開計程車的過程當中 然後要去把它原先投資的 不僅要把它要回來 而希望產生正的報酬對不對 好那做了幾年之後我假設說 因為我們要談論是一個有限生命的一個投資案 所以呢我們假設做了三年或做了五年 我們這個投資案就打算結束 要打算結束 那我們在討論那個投資案評估的時候 有跟各位講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希望完整的去評估 這個投資案從頭到尾給我的完整的經濟效益是多少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有個假設 在你投資案結束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投資案恢復到 你進行這個投資案之前的原狀 恢復到原狀 OK 恢復到原狀 然後你才能夠完整的評估說 自始至終這個投資案帶給你 有多少的現金流量 那你能夠由這個現金流量裡面去 去評估說它完整的經濟效益有多少 所以為了要讓它恢復到原狀 那你在營運結束的過程的那一個時點 你必須要去做一個 恢復到投資案執行之前的原狀的一個動作 比如來講 我們是不是 陳老師要開計程車那個案子 我們假設說我這個地零點我去買了一部車子 對不對 買了一部車子 那開了三年五年之後呢 我說我要結束營運 我不要當計程車司機了 我要去找另外一個工作 或是回來當教授 那時候呢 我就要必須要把它恢復到原狀 我的原狀是什麼 我的原狀是沒有那一部車子的 對不對 我原狀是沒有那一部計程車的 所以我要把它恢復原狀的話 就是說 我到這個案子結束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計程車賣掉 就要把它賣掉 因為我要衡量我的完整的經濟效益是如何 所以我如果進行投資案之前是沒有車子 然後我要結束投資案的時候也是沒有車子 所以我如果我的投資的標題是這部車子的話 那我要假設說我的投資案開始 我買了這部車子 然後結束營運的時候就要賣掉這部車子 那這樣我的整個投資案才能完整 那當然這是理想狀況 可是有很多人講說 陳老師你那個把車賣到二手市場去 有點划不來 那你為什麼不在結束營運的時候 就把車留下來自己繼續開呢 你技術上可以這樣做 技術上你可以說 那我當然可以把車子留下來自己開啊 對不對 可是你在整個程序上 你就要去做的完整 你必須要去評估說 這整個完整的投資案的完整的經濟效益是多少 所以呢 就算你到案子結束的時候 你一定想把整個 把那個車子留下來自己用 但是你的分析就要做到怎麼樣 你的分析要做到說 你必須要把你評估的這個投資案的那個機器設備 也就是所謂的計程車 然後要把它拿到二手市場 用合理的價格賣出去 那你很可能自己就是那個買方 但是你要把它賣出去的這個動作做出來 然後你才能夠說 這個完整的評估是要包含 把這個車子賣出去 然後你才能計算出來這個整個案子的一個 經濟效益是多少 你不能就是說 因為我要把車子留下來 所以我那邊就不計算車子的殘值 所以呢 我如果算出來是虧錢的話 那這個評估是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原因就是說 那你之所以是評估出來說 你這個整個投資案是虧錢 是因為你把那個車子留下來自己用了 所以這個投資案呢 就沒有分析到完整的步驟 所以你必須要做的就是說 你在案子結束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投資案恢復到原狀 那原狀的話就是要把機器設備 儲置掉 那你會有儲置掉的一個現金流量 要把它計算進去 你才會發現說 這個投資案完整而言 對你來講有沒有產生正的經濟效益 所以我們大致上 會有三種現金流量 第一個 就是你開始投資的時候 我們也通常把這個東西叫做資本支出 其實嚴格上來講 不是全部都是資本支出 所以我們會叫個名字叫原始投資 因為我們會發現說 你在一剛開始到位的時候 除了資本支出以外 另外還有一些營運資金的設置 所以我們就是說 就把這兩個東西合起來叫原始投資 那這原始投資呢 那開始進行營運以後 每營運一年你都會有一個營運的現金流量 所以我們這邊假設很簡單營運三年 我們每一年的年底 就會產生一個營運的現金流量 那我們假設在第三年年底 我們要結束營運 要完整評估整個投資案到底有沒有正的經濟效益 所以我們會有個非營運的現金流量 非營運的現金流量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概念 去把這個投資案回復到執行前的原狀 那也就是說你可能有一些資產必須要去做處置 也要把原先的營運現金流量 調整到執行這個投資 不是營運現金流量 應該是淨營運資金 調整到原先沒有投資案之前的原狀 OK 那所以呢我們大致上呢 會有這樣的一個三種不同的現金流量 必須要去預測 當你把這三種現金流量 把它估計出來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用我們所謂的MPB法啦 或是愛阿阿法啦 或是我們的那個一本筆法 去算出它的一個投資方面的一個績效指標 然後再讓你判斷說 你該不該去執行這個案子 好 所以呢我們這邊呢 大致上就回過頭來看 我們剛才有講過三種現金流量 那三種現金流量大致上它的含義是什麼 我們剛才有講說 第一個會有原始的投資的現金流量 比如說陳老師剛才所講 那我如果呢 要開計程車的話 那我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支出 就在車子 而且車子也不是說 欸你就把車子買到就好了 我們今天就是說 你要很廣義的去想像到 你要讓這個機器設備到達可運轉的程度 除了機器設備本身的售價之外 你還會有一些支出 那些支出呢 可能都對你這個投資和營運的時間 都會有正的一個幫忙 所以呢 理論上 你除了機器設備本身的售價以外 比如來講 我們很可能會有一些 機器設備的運送啊 還有它的執照啦 使用執照的申請啊 然後很可能會有一些試運轉 那試運轉的過程當中 你很可能也要去買一些原物料 來讓這個機器設備跑一趟 然後呢 你很可能也會僱用原廠的工程師 來訓練你自己的操作員工 然後等等等 那所以呢 這些支出呢 原則上當然有很多的公司 會很簡單就把它當作是當期的費用把它充掉 但是我們這邊強調一下 因為這些支出對這個投資案來講 都是必須要做的 而且這些支出呢 對於這個機器設備存續的 所有的時間之內 應該都有正方面的貢獻 所以理論上呢 它應該算作機器成本的一部分 依照機器存續的時間 你在分期攤銷它的費用 OK 所以呢 我們會有一個機器的總成本 一個概括的一個概念 就是把機器設備 準備到它可運轉 可以開始去賺錢的那個程度 之前所花的所有的代價 都可以把它併入到這個機器的總成本裡面 那這個機器的總成本 也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一個折舊的概念 因為這些成本它是對機器設備 整個營運的期間 好幾年裡面都會有正的貢獻 所以呢 我們應該就是 依照會計上的收入跟配合的原則 所以我們 它竟然能夠幫助這個機器設備 產生好幾年的收入 那所以費用呢 也要根據這個 好幾年的產生收入的期間裡面 分其去配合 所以我們會把這些 一次性的 在到達機器ready之前的 所有的成本 都把它蓋鍋到 機器的支撐的總成本裡面 OK 那第二個呢 我們常常會知道 一個投資案 除了機器設備本身之外 還必須要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到位 我們才可以開始去產生收入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你今天你的投資案是 開設7-11的一個量販店 就是超商 7-11的超商 那這個7-11的超商 他的資本支出方面指的是什麼 他的資本支出指的就是 開這個店 然後他的裝潢設備 然後他的冰箱 他的那個收銀機 他的所有的設施 那些都算是 資產的支出 固定資產的一個支出 但是呢 你就算是把這些固定資產的支出 全部到位以後 請問一下他能不能開始產生收入 並不行 為什麼 因為超商這個東西就是要有什麼 要有存貨 你要存貨一定要擺在架子上面 然後你才能開始產生第一塊錢的收入 對不對 所以呢 有些投資案 他可能會牽涉到一些淨營運資金的到位 才能夠開始產生第一塊錢的營運收入 那這一類的投資案呢 他可能除了我們的機器的固定資產的支出 要到位之外呢 他必須要有一個淨營運資金的投資 那當然有些時候會減少 因為你要看你的機器設備的一個屬性 因為有些機器設備他是改善效率的 那有些機器設備改善效率的話 就是說他太舊換新之後 那這個機器設備 原先我們假設說 舊的機器設備 你要維持多少的存貨 新的機器設備 他可能存貨量可以比較少一點 那所以你的淨營運資金配置 可以因為這個機器的設置而減少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會假設說 我們會增加的可能性會比較高一點 原因是說我們這是一個全新的投資案 全新的投資案是公司前所未有的 那通常來講 你如果要投資一個新的機器設備 那你因為這個投資案所帶來 進營運資金的投資 比較有可能是增加的 你可以想像成就是說 你多開了一家7-11的超商 那多開了這一家超商 以後你存貨是增加也減少 當然是增加 因為你一定要把存貨放在這個 新開的超商裡面的價值上面 然後你才開始能營運 賺取第一塊錢的營運現金流量 所以我們會假設呢 你一剛開始的時候 必須要去支出機器的總成本 跟我們的那個營運的現金流量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開始營運了 開始運作了 那每一年呢 會有營運的現金流量 那我們等一下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邊不是用 會計上的稅後盈餘 而是要有營運的現金流量 尤其我們剛才又解釋了一下 就是說 那剛才老師不是說 有些機器設備 要摊提折舊啊 然後要包括把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機器 運轉之前所產生的 所有的其他的成本 都必須要併入到機器的總成本 然後還要去算折舊 然後 這邊怎麼會又強調 所謂的營運的現金流量 那我們等一下要跟各位 花點時間去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上禮拜 已經跟各位 跟各位稍微講了一下 說其實站在 決策者的一個眼光來講 他的決策應該是針對現金流量 而並不是針對我們的那個 會計上的一個盈餘 那所以呢 我們經過每一年的營運 都會有個營運的現金流量 好 那我們剛才有講說 那在期末 就是說在投資案決定結束的 預計的那個時間點 那我們必須要把投資案恢復到原狀 那恢復到原狀呢 就是說你要把這家公司 執行這個機器的投資案 恢復到他沒有執行這個案子之前的狀況 那大致上有兩個東西必須要去調整 第一個事情呢 就是我當初沒有這個機器設備 比如說陳老師 在當計程車的這個決策 執行之前 我是沒有計程車 所以我必須要 第一個把計程車處置掉 把計程車處置掉 那把計程車處置掉呢 它會有一個計算的過程 我們理論上來講 那計程車呢 當然可能原先有的經濟壽命 跟你在執行投資案的那個期間 不一定是match的 所以呢 我們知道說 會計程車上呢 會攤提折舊 那所以呢 理論上你在處置這個機器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機器賣掉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牽涉到一些稅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把機器賣到二手市場去 把那個計程車賣到二手市場去 那你賣得的價格 跟你在會計上 原生的總成本減掉累積折舊 所得到的淨值 並不一定會是一樣 如果不是一樣的話呢 會計上 就會承認你必須要去 交這個處置機器的所得稅 或者是你如果有虧損的話 那很可能也會得到一些text refund 得到一些那個抵稅的一個效果 所以呢 我們呢第一個 就是要把機器設備組織掉 然後這個過程很可能要去算一算 它除了你賣得的現金以外 還有沒有一些所得稅的效果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強調一下 這怎麼計算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剛才不是講了嗎 在執行這個投資案的 一剛開始的時候 除了機器設備本身是天制的狀態之下呢 你還必須要去調整你的淨營運資金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有講呢 我如果開設這個新的超商 那我必須要 可能要放100萬的存貨到我的價值上面 然後才能開始營運 那如果今天要把這個超商收起來 比如說 像很多的超商都會跟台大簽約 那簽約呢 我們假設簽約的時間結束了 那這個超商呢 要收掉 那收掉呢 你可能結束營運那一天呢 你的價值上面還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存貨 對不對 那我們說要把它恢復到原狀 因為我們當初假設有這一間超商 跟沒有這一間超商 我們要恢復到原狀 所以如果說 我們當年在執行這個投資案的時候 我們存貨是增加了100萬 那我們假設說 我們在結束營運的這個時間 我們的存貨還仍然有100萬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存貨100萬 處置掉 當然會拿出去賣掉 那我們希望說 在滅料我們的存貨的過程當中 也不會有什麼虧損 就是拿回100萬 OK 然後當然我們就可以 做一個完整的一個結束 OK 所以我們會把計劃支出 所調整的淨運運資金 恢復到它的原狀 當然很多人就很聰明說 那陳老師 你怎麼會假設說 我們在結束營運的時候 那個存貨呢 一定是會跟我們一剛開始 那個投資的時候 那存貨一定是一樣多 這當然會有一些進進出出 那因為我們在做這個評估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去意見說 這個存貨到底在這個經營的 那麼多年以後 它是會增加還是減少 所以我們原則上就假設說 我們能夠把相同額度的存貨 就把它回收來 那有些人會問說 這存貨或多或少都會有怎麼樣 腐敗掉啊 或是什麼被偷竊啊 或是怎麼樣 存貨只有可能比較少 怎麼可能 不去估計一下說 那個存貨會不會毀損掉 或怎麼樣 可是這個東西 應該不是這個層次的問題 我們認為經營超商 那個存貨的毀損 或是腐敗 那些都是正常營運的成本之一 OK 也就是說不管你要不要結束 這些事情都會發生 所以我們認為說 那些存貨如果毀損 敗壞掉或是怎麼樣 那應該是每年經營成本的一部分 OK 所以我們仍然會假設說 我們到達要結束營運的那個期間 的那個時點 那我們能夠回收相同額度的 淨運運資金 如果你原先是 淨運運資金是增加投資存貨的話 那我們會希望說 在那個案子結束的時候 我們仍然有一百萬的存貨 然後可以出售 然後取得一百萬的現金流量回來 OK 那這個當然就是我們在做 投資案評估的一個過程 所謂牽涉到的現金流量 那當然每一個item 再把它深究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說 有很多很有趣的一個議題存貨 我們剛才有講 當然在做投資案 一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理論上投資案 都是比較像是固定資產的支出的決策 因為我們說我們會投資機器設備 幫公司生產產品 然後把商品賣掉 然後會得到回饋 然後我們來評估一下說 我投資了多少錢 然後我商品的營運 能夠回收多少的經濟效益 然後到底值不值得去做 這樣的一個長期的投資 OK 好 其實我們在做投資案的時候 包括我們在做很多我們自己 每天的決策的時候 我們都會牽涉到一些問題 其實這個東西也可以跟各位談一談 因為其實很多的大學生都會談到說 以後要自己去創業 以後自己要去創業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很多國外的大學他們有做過這樣的調查 他們調查說 其實大學生出去創業以後 那當然有成功的例子 但是失敗的例子更多 然後他們會發現 失敗的例子最多的就是說 那一些人 那些失敗的例子 通常忽略掉一些潛在的成本 也就是說 當他去做投資案分析的時候 他沒有看到成本 沒有看到成本 他以為他賣的商品是賺錢的 可是因為他沒有去看到部分的成本 所以我們舉例來講 就是說很多的商品有型的成本是10塊錢 然後你會覺得說拿出去賣15塊錢 我就會賺 但是有一些隱形的成本你沒有看到 比如說你很可能真正的成本是16塊錢 但是你看得到的成本只有10塊錢 所以你以為真正的成本是14塊錢 所以你就去賣15塊錢 你就自以為我賺到5塊錢 但是有一些看不見的成本 可能讓你每賣一個單位就虧1塊錢 賣越多虧得越多 可是在你的想像裡面就拼命賣 結果賣的越多 你以為你賺的越多 其實是虧得越多 所以呢 當你在做投資案評估的時候 你不能直接去看到說 我的成本就是賬面上的那些成本 其實有非常多的成本 是你沒看見的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提出兩個概念 這兩個概念的組織方法是不一樣的 我們說我們有很多的時候 你要去考慮所謂的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 就是你有使用到一些經濟方面的資源 這個經濟方面的資源表面上並沒有 讓你支出金錢去取得 但並不代表它沒有成本 OK 有些成本還很大 因為有些時候你會覺得成本是 會計上的成本 可是在我們這邊的概念 這應該是 機會成本 而不是會計上的成本 OK 那我們就舉個例子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機會成本 我們常常會有很多公司 它一剛開始 成立的時候 公司有比較大塊的土地 然後這比較大塊的土地呢 它當然當初就想好了 我會有第一期的建設 第二期的建設 跟第三期的建設 那為了不要讓說 我那個到時候要購買土地 產生麻煩 所以我很可能 一剛開始公司成立的時候 那個土地就買了 OK 那土地買了呢 我很可能過了很多年之後 才開始做第二期建設的開發 那你很可能會想說 那因為我土地老早就買好了 那現在閒置在那裡 所以我今天我如果要蓋一個廠房 我就說 因為我有自己的土地 所以我就沒有產生額外的成本 取得這個土地 所以呢 我要蓋這個廠房機器設備的過程當中 由於我沒有發額外的一個代價去取得土地 所以我就把我的這個整個成本就把它低估了 而且低估掉的那個成本可能還蠻大的 對不對 因為土地很可能是你所有的支出裡面 應該是最大的一個項目 但是因為說目前的土地是閒置的狀態 你也沒有額外花成本去取得 所以你就覺得說 那這對我來講 就是沒有產生那個 所以當你在蓋廠房機器設備的時候 別人蓋同樣的一個廠房 包括土地 包括所有的東西的話是50億 但是呢 因為你沒有算這個土地的成本 所以你蓋完了以後 你的廠房機器設備 你算起來只有30億 OK 然後你就覺得說 我的成本只有30億 我們假設這兩家公司呢 就完全一樣是賣手機 OK 但是呢 由於你沒有產生土地的支出 所以你就覺得你的總成本只有30億 所以你賣的手機呢 很可能就一部手機 我就只要賣2萬塊 其他人就會覺得他手機的成本 應該是3萬塊 我好像講得太多了 我們假設說 這個我覺得我的手機成本是1萬塊 那其他的競爭廠商呢 他的手機成本是1萬5千塊 所以我覺得我只要賣 什麼1萬3千塊 我就會賺錢了 OK 所以我就拼命賣手機賣1萬3千塊 對 那事實上我會覺得我賺了很多 可是呢 你是賺還虧 可能你虧了 那你之所以覺得你賺錢 就是說 因為你忘了把土地成本算進去 OK 所以你覺得賣的越多 賺的越多 那事實上呢 你如果把土地成本算進去的話 你很可能是沒有賺錢的 OK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面臨了一個問題 如果我目前有個閒置的資產在那邊 那我今天把它重新使用了 可是我沒有額外的支出 那我要不要算成本進去 OK 或許有些人可以接受說 那好 那你要我算成本的話 那我要算怎麼樣的成本 你很可能會講說 啊這一塊土地 我是十年前用一千萬買的 所以呢我今天就 把它用一千萬的一個代價 算作我的成本 那這樣對不對 這樣也是同樣的一個問題 如果說隔壁的那一家工廠 他在蓋這個廠房機器設備的時候 他是原先沒有土地 所以他今天去買了一塊土地 那今天買的那塊土地價值是十億元 所以他算出來機器總成本 然後成了就是五十億 但是你今天呢 你也用了一塊同樣大小的土地 當作的那個地基 然後你去蓋一下 但是因為你的土地是十年前取有的 所以你用一千萬來設算 那用一千萬來設算的話 你算出來的機器總 那個整個投資案的總成本 就非常的低一年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你的成本比別人低 所以你的手機就賣得比別人便宜 那這問題會出在哪裡 隔壁的那個廠商 他是今天才取得土地 以今天的那個市場行情去取得的土地 那你呢 因為是十年前取得的土地 所以那個土地非常的便宜 你用一千萬來 歷史成本來設算 那這樣可理嗎 這樣也是不合理的 那我們這邊強調用一個機器設備的機會成本 來設算 我們的資產的一個成本 那我們的理由在哪裡 OK 我們先講第一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就是說 我們的土地現在是閒置的狀態 然後呢 我們今天如果去把一個本來閒置的土地 把它做為投資案的一部分 我們剛才講到 如果一個企業在執行一個投資案的過程當中 把一個他原先沒有使用的一個閒置的資產 然後把它包掛進來放在這個投資案裡面 那甚至呢 我們有很多的一個人員 很多的一個智慧財產 都有同樣的一個狀況 當你有一些智慧財產投入到你這個新的一個投資案裡面 當然對你來講 你沒有額外的取得成本 但並不代表就是說 你不應該把這個成本算進去 你要把這個成本算進去 OK 然後你才能夠反映說 你在整個生產的過程當中 投入了多少的資源 所以這樣子來講的話 會更保證 你在整個投資案的評估當中 你會把所有的成本都想像到 要不然你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你在賺錢 那事實上你是在虧錢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如果有閒置的資產放到這個投資案裡面 第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 那知不知道把它的成本計算進去 然後你如果要計算進去的話 你到底是用歷史成本 還是利用怎麼樣的一個成本 那我們剛才第二個主張就是說 如果隔壁的那個做相同的產品的另外一家公司 他是用現金去取得土地 花了可能花了10億元 但是呢你做同樣一個投資案 你只有你後來發現說那塊土地 10年前是用1000萬來買 所以你的成本就用1000萬來做價 那這樣到底合不合理 那我們的主張呢 這樣是不合理的 我們主張使用機會成本 那怎麼來講呢 第一個 我們認為經理人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追求普通的價值最大化 所以理論上呢 經理人不應該有閒置的資產 如果你有閒置的資產 那是你的管理可能出了一些問題 我不能講說 因為你管理上面有所疏忽 你那某個資產今天沒有再使用 然後你在想出來一個主張 說把這個閒置的資產拿去做投資案的一部分 然後你說因為你過去的疏忽 所以他就沒有使用這個原先的這塊土地 然後今天你在做這個投資案評估的時候 又因為你過去的疏忽 所以你這個投資案的那個土地的成本 就不算成本 OK 所以這樣會很謬誤 所以我們的主張呢 Even現在使用的是一個閒置的資產 沒有花額外的代價 但是你還是一定要設算他的機會成本 那要計算成本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用歷史成本還是用機會成本 那我們這邊的主張就是說 我們要使用所謂的機會成本 那什麼叫機會成本呢 那什麼叫機會成本呢 我們的經濟上的一個定義說 所謂的機會成本就是說 當你這個資產 你今天如果不做這個投資案的一個一部分的話 那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一個使用的用途 那當然你這個投資案 你這個土地如果今天不做這個投資案的一部分的話呢 那你可能可以有好幾個用途 那我們就把就是說其他可能的用途 數種用途當中 那所能產生經濟效益最大的 就來當做我們的機會成本 也就是說 我今天把這塊土地拿來做投資案 那我會犧牲掉的最高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的機會成本 比如說我們原先有一塊地 那它是在當我們的停車場 因為我們當初已經想到說 我們這塊地呢 那個要做第二期的開發之用 但是在第二期開發之前呢 我們好像也沒有很具體的使用的用途 所以我就把它當做一個收費的停車場 供外面的那個餐廳來停車之用 那這個收費停車場是用途之一 那我們說如果當初我們比較 竭盡心律的去想想看說 這塊土地在我做那個開發我的廠房之前 我難道最有價值的用法只有當停車場嗎 停車場很可能是最簡單 容易做到的一個途徑 但不一定是最有價值的一個途徑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講說 好那我今天我開發廠房 讓這塊土地不能做其他的用途 那其他的可能的所有的用途當中 哪一個經濟效益最高 我就拿他來當做我的機會成本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也不是強調要用歷史成本 我們要用機會成本 所以可能比較有競爭性的一個思考途徑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塊地跟隔壁的那個公司 他所用作投資的那一塊地 那我們假設就是說 因為隔壁公司所用的那一塊地的土地 跟我們的這塊地大小 然後那個性質或是地點都差不了多少 那隔壁的那個公司花了十億元去買 那今天其實你也可以這樣想 如果這塊土地今天拿出去賣的話 最大的價值很可能就是十億元 所以我犧牲了十億元的價值 來做這個專案的投資 所以我的機會成本就是十億元 OK 所以這邊就是要設算這個機會成本 那講到這裡 我們大概也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 為什麼現在年輕人去做創業的時候 那最大的失敗常常在沒有看到很多的成本 我們舉個例子 今天的報章雜誌其實常常也會隱含這樣的 可能的一個錯誤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報章雜誌 就是會去報道一個case 那報道一個case就是說 他的標題人可能是這樣 竹科的工程師 他去開小吃店 OK 然後呢 他得到每月月入三十萬 就好像就是說 你這個拋棄工程師的這件事情 好像是對的 因為你做小吃 然後你每個月可以收入三十萬 OK 當然這個三十萬 我們也知道 這三十萬很可能就是 比較不用繳稅的 如果他小吃店的話 他很可能那個不用開發票 那他很可能設算的那個營業稅 很可能 讓他賺的錢更多也說不定 但是我們今天我們就來講一個 可能會存在的一個謬誤 我們當初我們到竹科去當工程師的時候 很可能一個月可能會賺十萬塊錢 OK 那你今天不去當竹科的工程師 你來當這個小吃店的老闆 那你很可能就犧牲掉這個十萬塊錢的 的一個薪水 那這是最明顯的機會成本 當然有人看到 有人沒看到 第二個 通常你去開小吃店的時候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投入 可能你太太 現在原先在當小學老師 然後很可能退休了 那他本來可以去圖書館當義工 那那圖書館當義工 本身不是一個賺很多錢的事情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今天跟著你一起去做這個小吃店的時候 他所投入的勞力的話 如果他當初願意投入那麼多的勞力 再去做第二份工作的話 他可能也可以賺很多的錢 對不對 所以很可能第二個 你的老婆 可能你的成年的小孩 都跟你一起投入到這個工作 而且他工作的時間可能很長 可能早上五六點 就要到菜市場去買東西 很可能你在做小吃 要賣夜市 要賣到晚上十一二點才能收攤 那你原先一份工作 不管你的一份工作 你太太一份工作 你的小孩一份工作 我們如果都是用朝九晚五 這樣九個小時 八個小時來算的話 那你可以算 你等於投入了三份薪水下去 但是因為你的工作時間又比較長 你很可能每天工作的 施數超過十二個小時 十三個小時 那等於又是加入半份的工作 所以都要1.5份的薪水投入進去 他可能都沒有看到 OK 然後再加上來呢 加上來 就是說 當你幫足科的老闆做工作的時候 你有沒有投入資金 你有沒有承擔風險 並沒有 當你開小吃店的時候 我們假設你自己要有個店面 或是你要去弄個攤位 那你是不是要拿個幾百萬的錢去取得一個攤位的經營權 或是說你要開個店面自己要投入 可能搞不好還要投入一千萬 才能夠把這個小吃的事業做出來 那你投入的這個資金有沒有機會成本 也有機會成本 那最大的一個機會成本就是說 你事實上你今天是什麼 承擔了風險 當你在當人家的僱員的時候 承擔風險是老闆的事情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想 如果今天有個報章雜誌來告訴你說 竹科的工程師改行當小吃店的老闆 月入三十萬 那這月入三十萬 我在想說他真的賺到有沒有三十萬那麼多 我不知道有沒有賺錢 如果是真的把所有的機會成本算一算 跟他承擔風險的那個代價算一算的話 他可能沒有賺到 當然我們直接衡量說你的工作 是不是直接有沒有賺到錢 可能非常狹義 有些人說我不喜歡原先的那個工作 但是我今天做的這個工作我喜歡 所以呢 我們可能更快樂一點 那這是另當別論 我們等一下可能如果有時間 我們要跟各位強調一下 做投資的經濟分析是一回事 但是絕不決定你去做這個事情 可能他的因素是複雜的 不是純粹只有金錢面來講 但是我們剛才所要強調就是說 依本如此你並不代表說 你可以忽略掉金錢面的一些隱含的一些成本 所以這個機會成本的概念 其實非常廣益 那我們常常會發現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有蠻多的公司 或蠻多的個人 他在做很多投資分析的時候 他不小心會一漏掉一些很重要的一個投入 然後讓他沒有去看到這些盲點 自以為自己很賺錢 但是做的越久 越虧錢也收不定 其實說真的做小吃店 我們剛考我們家外食的機會很大 所以我們因此也都認識了很多小吃店的一些老闆 然後我發現就是說那些小吃店的老闆 他們簡直是用他們的健康跟青春 在換取他們的一個生活代價 所以各位也不要羨慕說 他們老闆生意很好 可是你要知道 他們常常那些煮面煮水餃的那些叔叔阿姨 他們從五點多學生開始在吃飯一直到九點多 他們很可能都必須要站在那裡 你沒有看到他們吃飯 你也沒有看到他們上洗手間 而且他們就待在火爐旁邊 那是非常辛苦的 長久做這種工作的人 事實上是很容易累出毛病來的 OK 所以這也都是一些隱含的成本 所以我們回到主題就是說 各位可能好好的把你們現在的專業學一學 然後呢以後去做一個 能夠在你們體力負荷跟精神壓力負荷之下 能夠很好的一個工作 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福氣 那當老師就不錯 對不對 當老師我們好像很少老師教書教到怎麼樣的 我們教書的負擔也還滿好的 所以考慮工作的話可能要多方面 考慮你的投資案也是要多方面 不要只是一廂情願認為說 這個投資案就一定是好的 或是你人生覺得一定就是好的 或是一定是不好的 好不好 好 那除了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就是說 有些表面上看不出來 它應該有成本的 那我們要去比較精確的去設算 它應該要有多少的成本 包括我剛才所講的 你很可能有一些智慧財產權 那些東西都要算進去 你才能夠精確的掌握這個產品的成本 應該是哪裡 有多少 你的產品如果能夠精確估計出來成本 你才能夠精確估計出來 你有沒有賺錢 賺錢不是用想像的 而是真的有賺到錢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有個 乘入成本的概念 這個乘入成本的概念就是說 有些東西表面上看起來是有成本 但是你不能把它計算進去 我們剛才來的機會成本是 表面上看起來這些東西沒有成本 但是你要幫它設算成本 要計算進去 那乘入成本呢 表面上看起來這個東西有成本 但是你在計算你的投資案的 原始支出的時候 要把它排除在外 這個概念可能又讓人家 更難接受一點 剛才那個成本其實 大家可以接受那樣的概念 但是難的地方是難 我到底產生了多少成本 設算的成本 那個過程很困難 那這邊來講是概念上比較困難 因為它是有發生的事情 可是我們要建議你把它剔除掉 為什麼呢 比如來講 我們常常在做很多投資案 評估的過程當中 會聘請外面的管理顧問 公司來幫我們做一下評估 那外面的管理顧問 我們當然會charge你一些費用 OK 那這個費用呢 當然 就表面上來講 跟這個投資案是直接相關的 我就是因為要做這個投資案 才找管理顧問公司來做評估 對不對 那在這邊呢 我們會把這樣的成本 建議大家 把它排除在外 把它當作是一個乘入的成本 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其實要把一件事情 納不納入我們的成本計算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執行這個投資案 我才會產生的成本 那這個成本才應該計算到這個投資案裡面 那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這個管理顧問公司 所做的評估的成本 沒有錯 你如果說當案子接受的時候 那這個 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投資案評估的這個成本 不管是你有沒有接受這個投資案 這個成本都已經發生了 那也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比較兩個狀態 一個是接受投資案 一個是不接受投資案 那這個接受投資案跟不接受投資案 不管你做哪個決策 這500萬的評估的費用已經產生了 所以呢 對我們來講 我如果今天要做接受或拒絕投資案 與否跟這個500萬的產生 事實上是沒有相關 也就是說這500萬已經先發生了 那所以呢 不管是你接受投資案 或是不接受投資案 這500萬都應該計算在裡面 但是呢 我們在這邊的建議就是說 你不要 不管有沒有接受這個案子 其實500萬都發生了 所以我們就建議說 把這500萬排除在外 那今天有很多人就會想說 那 我們 既然說 不管有沒有做 都已經產生這500萬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它 計算在裡面 因為我們要比較兩個嘛 是接受或不接受嘛 所以接受的時候也有500萬 不接受的時候也有500萬 那我們應該都把它納入計算 然後再拿兩個去比較 那我們這邊就是說 如果你把它計算在裡面的話 可能會產生 反而錯誤的決策 怎麼樣來講呢 因為這筆錢當然是發生了 而且不管案子有沒有接受 它都已經發生這500萬的一個支出 這一點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們今天要強調就是說 那既然我們這個 有支出這500萬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它計算在 我們的project的一個成本裡面呢 那我們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 你如果把它計算在 我們project的成本裡面 有些時候會導致你做錯誤的決策 怎麼來講 我們在這邊舉個例子 例子在這裡 我們假設有個投資案 然後如果紀錄可行性評估 所產生的顧問費500萬的話 則它的NPV為-300萬 那如果不紀錄的話 我們假設 因為我們剛才說嘛 你如果硬要把它紀錄在 我們的成本的一部分的話 那我們計算出來 NPV是-300萬 那如果不紀錄呢 不紀錄的話 我們NPV會等於多少 其實會等於200萬 對不對 因為它是最原始的支出嘛 所以如果把它計算在內的話 NPV-300萬 如果不把它計算進去的話 NPV會增了200萬 那請問一下 如果依據我們在上個禮拜所講的法則 NPV大於0的案子我們接受 NPV小於0的案子我們就拒絕 那你覺得這個案子是應該接受還是拒絕 應該要接受 應該要接受 那NPV就要代理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喔 如果我們把這500萬 納入我們的計算當中的話 你計算出來NPV是-300萬 所以我們就不做 不做這個案子呢 不做這個案子這500萬能不能避免 沒有辦法避免 它還是500萬 所以如果eventually我們不做這個投資案的話 那我們對我們公司來講 它的成本就是500萬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案子 我們把這個500萬的那個 費用排除在外 我如果把這500萬的 費用排除在外 我eventually的NPV就變成 200萬 那贈的200萬你這個案子會不會去做 你會去做 會去做的話 你就會產生200萬的價值 贈的價值 你剛好可以用這200萬去抵消掉 你已經產生了500萬的那個什麼 固分費 OK 所以你如果有去做這個案子來講 對公司而言 整個的一個eventually的一個effect 是負的300萬 你如果不去做的話 對我們的effect是負的500萬 因為你整個500萬的那個成本 還是要產生嘛 對不對 你如果有去做的話 那你至少會產生 額外的200萬的經濟效益 去抵消掉部分你的成本 所以對公司來講 總和來講 是負的300萬 哪個對公司比較有利 當然是有去做 對公司比較有利 所以我們在這邊才想說 其實我們如果要更明確去define 說我們哪一些成本必須要記錄到 我們的計畫的總成本 那你的思考的重點就是說 只有在計畫接受時 才會產生的那個 我們有些英文的課盆是叫incremental 就是額外的現金流量 那我們才納入我們的成本計算 也就是說如果說這個案子拒絕 就不會產生這個現金流量的話 那只有接受才不會產生這個現金流量的話 那這一筆錢才應該納入我們的計算 那剛才的顧問費這一筆開銷 不管是我們拒絕 或是我們接受這個案子 這500萬都已經花下去了 所以這500萬事實上 就應該排除在外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些 沒有辦法避免掉的這個成本 沒有辦法因為拒絕這個案子 而避免掉的這個成本 馬上叫入是一個沉入成本 英文叫sum cost 那你們當然有學過成本會計 管理會計 應該會談到這個概念 那我們這邊其實很明確 這個sum cost就是說 你不能因為拒絕這個成本 而節省掉的那個部分 其實都應該算是sum cost 那sum cost就應該排除在外 因為排除在外呢 才能夠導致你正確的決策 那所以不是說我們就忘掉那500萬的成本 500萬成本事實上就是已經產生了 只不過說它並不能夠避免掉 所以我們把它當作成入成本 好不好 所以這個應該要注意一下 這也是很多人常常會搞錯的一個部分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談一下所謂的營運的現金流量 那當然我們在講那個財報分析的時候 我們的第二章的時候 我們有跟各位講說 其實現在很多的公司 它著眼點不在於公司有沒有賺很多 會計上的稅後淨利 很肯比較大的著眼點是放在現金流量 OK 我們跟各位舉的例子就是說 像是那個amazon.com 對不對 它的稅後淨利只有6億美金 但是它的那個 由營運而來的現金流量 高達39億 那到底你如果說一個公司平價 如果你在那裡是股票分析師來講的話 你要根據它的那個稅後營運去決定說 它應該有多少的股價 還是依照它的現金流量 OK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會告訴你 等到你修到足夠多的環利學院的課程以後 你會發現現金流量 才是我們在乎 也才是我們的分析師所應該著言的地方 那在這邊我們就強調一下就是說 我們真實的一個情境 剛才老師不是講說 如果我要去開計程車 那我現在如果去做評估 我如果馬上就要去做計程車司機的話 那對我而言這100萬 我就是要馬上支出的 這100萬我就要馬上支出 不管我今天有沒有錢 我今天有錢的話 我就自己拿出100萬來 就已經把100萬投入這個營運的過程 那也就是說這100萬呢 已經產生所謂的金錢的時間價值 OK 那我如果去跟銀行借100萬的話 銀行會從今天開始就跟我計算利息 所以我馬上就產生所謂的資金成本 所以這100萬的支出 應該是在我支出的那個時點裡面 就要被recognize 但是在會計上我們說 會計上 如果你有一張所謂的資產負債表的話 他就會講說 陳老師你這一家公司 你今天並沒有所謂的支出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所做的是一個交易 你的交易就是拿100萬的現金 去交換100萬的資產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就是我的計程車 所以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資產沒有減損 那負債跟業主錢也沒有減損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你沒有任何的支出 那我什麼時候決定你有沒有支出呢 會計上就會用收入跟費用的配合原則 然後他說你開了這部車開了一年 那因為他的經期壽命有五年 我們假設說每一年呢 你就會去貪提你的責救費用20萬 對不對 那貪提你的責救費用20萬 那當然是計算會計上盈餘的時候 你要去recognize你的成本 因為你的收入要跟費用要配合嘛 對不對 然後你決定就是說 因為你使用這個機器一年 那我會承認你有20萬的成本 所以我在計算你的盈餘的時候 我會recognize你這20萬的一個成本在這裡 OK 然後我會依據你這個東西 決定你要交多少的稅 OK 但實際上呢 我們今天要來講 陳老師 有關於這個機器設備的全部支出100萬 我在決定要做這個案子的那個時點 就全部支出了 然後我在過了一年以後 那會計上說 陳老師你會有20萬的成本 折救的費用 那可是那時候 那個成本的概念 有沒有再從我的身上再掏出一筆錢 去支付這個成本 沒有 因為我的機器設備 我的那個計程車一次100萬 在第0年 就已經去全部支出了 OK 只不過說會計上在第0年的時候 那時候不承認我支出 因為那時候我的機器還沒有使用 還沒有產生任何收入 所以他說那時候不能承認你有任何支出 因為它是收入跟費用要配合 所以那時候我只是做了一個交易 OK 所以我在第一年年底的時候 我假設來講好了 這會計上承認我有20萬的折救費用 折救成本 可是對我來講 我沒有因為使用這個車子 而額外支出這個20萬 所以我在計算所謂的成本跟稅的時候 我真的成本就只有現金支出方面的成本 那成本很可能就是我去開計程車中間用油 對不對 可能有機器保養 可能有一些什麼其他的什麼過路費 那些什麼其他的額外的那些成本 那算是我成本的一部分 所以我的收入減掉我的成本 現金支出的成本以外 我其實並沒有再支出一個折救的成本 OK 那當然在每一年的年底 我很可能要交一些稅 那個稅的話是依照我會計盈餘上面 所應該負擔的那些稅 所以我理論上在每一年的年底 我只扣掉一些現金支出的那些成本 扣掉所得稅的費用 那我剩下來就是我所得到 所以我真的面臨的現金流量跟會計上的盈餘 那事實上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們這邊給各位的一個概念 所有的有關於機器設備一次性的支出 在第零年就產生了 所以呢在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每一年的年底 你就應該把那個折救那部分 就把它調回來 調回來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所有的資本支出已經第零年 就一次支出完畢 所以那個在每一年年底 所設算的折救成本 就不再支出了 所以你要把它加回去 加回去 那所以你真正的現金流量 應該是比有計算折救費用的時候的 稅後精力要高 因為所有的支出就一次就已經支出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就是跟各位講講 如何把因績基礎之下的稅後精力 調成現金流量回基礎的 因為對陳老師來講 那一次的計程車就是一百萬 就第零年支出的 所以每一年呢 我依照會計上所算的盈餘 應該還要再把它加回去折救費用 因為折救費用我並沒有再拿出來了 所以我真正在每年年底 所收到的現金流量應該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當然很簡單 我們這邊呢 收入當然是revenue 那我們這個cost 應該就把它叫做是cash cost 我們就用c來代表 那折救費用我們就用depreciation ok 然後我們當然減完了以後會變成睡前盈餘 睡前盈餘會依照 我們睡前盈餘的去計算我們的所得稅 扣除了所得稅會等於稅後盈餘 ok 那這是我們會計上的一個 算稅後盈利的一個方法 那所以呢 我們如果依照這樣的過程呢 我們的稅後盈利應該是15塊錢 稅後盈利是15塊錢 但是呢我們剛才有強調過 我們事實上是沒有支出折救費用的 所以這折救費用的20塊錢呢 我並沒有支出 所以我就把折救費用把它加回去 那我的現金流量事實上就變成35塊錢 ok 那其實 所以呢 你只要把稅後盈利加上折救費用 就等於35塊錢 就可以了 那當然有些人就說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我們就再來看一下 那我們用現金基礎制 有支出現金的 我們才把它當作是成本或費用 那沒有支出現金的 我們就不算費用 所以我們一樣喔 revenue是100塊 我們講這是現金收入 那個計程車來講的話 這個不收那個什麼支票或應收帳款 然後呢成本呢 我們假設還是一樣50元 那折救費用呢 因為我沒有支出現金 所以我的EBT現金概念 就是50塊錢 好 那在這邊50塊錢我要減掉稅 注意喔 我所交的所得稅 是依照會計引於所算的稅 我不能說現金基礎制的話 就用現金基礎制的稅前引於去算稅 不是喔 因為你要算稅的時候 或是要用應濟基礎制去算稅 所以我們剛才在應濟基礎制所算的稅 是15塊錢 我們在這邊減掉15塊錢 所以我們的現金流量等於35塊錢 所以那35塊錢呢 也就是說你把稅後淨利 再加上折救費用 就等於我們的35塊錢 OK 那當然這底下有一個比較簡便的一個公式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這個公式好了 這邊是revenue 營運收入 減掉現金方面的成本 跟減掉折救費用 那這個前面這個瓜糊呢 就是所謂的稅前盈餘 稅前盈餘 乘上1-t 會變成什麼 稅後淨利 對不對 乘上1-t 就是說因為它有稅率 那1-t的話 就扣除掉稅率以後 遺留下來的 那當然就是稅後淨利 那稅後淨利再加 depreciation 加上折救費用 就是等於現金流量 這是我們在這邊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可以稍微簡化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減 depreciation 然後往外乘一個1-t 後面又加了一整個 depreciation 對不對 所以說是減掉一個1-t倍的折救 再加一個完整的1的折救 所以1加1-抵消掉以後 我們還有剩下t倍的折救費用 然後這前面兩個呢 revenue減掉cost保留起來 所以revenue減掉cash cost 乘上1-t 再加上t倍的折救費用 就等於我們的現金流量 那有些時候 用後面那個公式可能會比較簡便一點 那這大概就是說 每一年的營運現金流量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考慮到說 會計的稅後盈餘跟現金流量之間 只差一個折救費用 那當然各位知道 如果你要去很精密的調整的話 那那個現金流量的東西 可能調整會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這個非現金的支出 非現金的費用 並不止於只有 所謂的折救費用 對不對 那可是有很多的那個實務上的做法 你非得要到 那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說 有哪些是非現金的支出 跟哪些是非現金的費用 但理論上來講 那些都是要按止開始做的時候 才會產生的一個現金跟 印記基礎跟現金基礎的一個 那個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們通常在做投資評估的時候 會因為說那些實務上的操作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比較難預測之外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那些 因為現金的到達的時間 跟盈餘產生的時點 所產生的那些lag 通常來講 那個額度都很小 所以我們就選擇呢 在我們做投資評估的時候 只把這個折就費用 這個非現金的一個費用 拿出來再談論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我們的原始的支出 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營運 每營運一年的話 就有營運一年的營運現金流量 然後再過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們如果要把那個 投資案結束 要把投資案結束 然後讓它恢復到 執行這個案子之前 公司的原狀 那我們就必須要把 投資案結束的時候 恢復原狀的動作 就要把它做完整 那我們通常來講呢 就必須要做兩個動作 因為我們在原始投資的時候 做了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 是購買機器的總成本 對不對 第二個呢 就是 讓這個機器設備到達 可營運狀況的時候 必須要去配置的 淨營運資金的投資 OK 那因為我們 開始做投資案的時候 做了那兩個動作 所以我們要結束投資案的時候 要把整個公司 恢復到原狀 就要把這兩個做 儲置掉 OK 那第一個 我們就要把那個機器設備 把它儲置掉 儲置掉呢 其實就是等於說 你要把它賣掉 因為我們說機器設備 因為我們說機器設備 理論上來講 如果說它還有繼續使用的價值的話 那不管說它會計上 是否已經全部攤體折舊 你理論上應該還是可以從 二手資產裡面去取得部分的價值 OK 當然我必須要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實務上的做法 實務上的做法 有些時候 它會假設說 我在處置這個資產的時候 現金流量 就把它等於零 為什麼把它等於零呢 它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說 因為它經過很多年 那這個機器設備 就算有價值的話 那價值也非常小 那價值非常小 你沒有辦法去做 很精確的一個估計說 它還能夠剩下多少錢 第二個 你要把這個機器設備 拆出去賣 當廢鐵賣出去 你還要找人來拆 還是要有一些成本 所以理論上你要看看說 我這個當廢鐵去賣掉 也賣不了多少錢 然後還要產生一些成本 那很可能淨的收益就沒有 OK 所以因為年代也非常久遠 所以我乾脆就 完全就把它假設沒有 那當然一方面是可以這樣子 但是有一些案子 我們假設說 你如果精確一點去估計的話 應該是會有一些價值的 那比如來講 剛才講了陳老師的 開計程車的案子 那陳老師只想開五年的計程車 而陳老師是非常好的driver 所以呢我覺得我開完五年的車子以後 如果市場上的價值應該還是有點價值 那至少你們這些大學畢業生 可能如果在陳老師 決定不開計程車的時候 想要買一個二手車的話 那應該會是蠻好的一個選擇嘛 所以你應該就會覺得說 那應該會有一個具體的價值在那裡 對不對 好那現在就會遭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通常來講 在會計上 你會有一個摊提折舊的一個 一個邏輯思考 你會希望呢 摊提折舊 越快越好 OK 越快越好 怎麼來講呢 第一個 我們摊提折舊來講的話呢 它事實上是沒有真正的支出 但是呢 你如果折舊摊提多一點的話 那會計上的 盈餘的計算就會怎麼樣 少一點 對不對 盈餘少一點的話呢 就代表前面的年度盈餘就會少一點 那盈餘少一點的話 就交的稅就比較少一點 那交的稅比較少一點 代表現金流量的回收會比較快一點 記不記得我們上禮拜有講兩個 假按鍵跟一按鍵 假按鍵的回收速度比較快嘛 對不對 八千四千兩千一千 一按鍵的話 一千三千四千九千 那我們在算那個MPV的時候 哪一個按子比較有利一點 回收速度比較快一點 那回收速度比較快 我們剛才有講過 營運的現金流量 是等於這個公式嘛 R-7乘上1-t 加上t乘上deprecation 如果你在前面的年度 攤提比較多的折舊的話 那代表你前面的年度的現金流量 回收比較快一點 那他後面的相對上來講 他的那個現金流量就比較少一點 但是站在評估者而言 哪個會比較有利 就是那個 折舊攤提的快一點 早一點 可能會比較有利一點 OK 那所以呢 我們通常來講 不管是說 法規上 法規上應該是容許的 所有的折舊方法裡面 那通常來講 公司會選擇 攤提折舊比較快 年數也比較少一點的方法 去攤提折舊 因為eventually對他來講 對公司執行投資 計算出來的境界值 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OK 那所以呢 我們通常來講 會這樣子 在 站在公司的立場 比如說 陳老師想開5年的車子 那 不管說實際上這個 車子的經濟壽命是10年 還是7年 那 只要法規允許說 我用5年的一個時程 把我的那個車子 攤提完畢的話 那我第一個 我會選擇比較短的折舊年數 就把它攤提完畢 那通常來講 如果說我案子要做5年 我就用5年的時間把它攤提完畢 儘管我的車子真正可以使用7年或10年 OK 我就做到我的那個 投資案結束的時候 我會計上我就會認為說 我就把所有的成本攤提完畢 那各位當然第二個會知道 在計算折舊費用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估計一個所謂的殘值 OK 也就是說 當然陳老師來講的話 我說我開車子開到第五年結束的時候 我應該還可以賣得一個錢 但是我要賣得多少錢呢 這估計很可能南原北側 OK 很可能還蠻有價值 也有可能說 就跟廢鐵差不多 如果我開車的習慣稍微差一點的話 搞不好只剩下5萬塊10萬塊 那所以呢 非常有可能 我就必須要去估計一個殘值 那這個殘值當然 不管我做任何估計 都有可能有很大的誤差 所以一般食物界 現在在估計殘值上面的話 都傾向以把殘值估計為0 OK 那第一個它簡單 你就不用再去估計 你就把它當作是0 第二個呢 就如同我剛才所講的 你機器設備很可能 所剩餘的價值不多 然後再扣除掉它的拆除成本 很可能真正的殘值也會接近是0 那 就算是說 我明明知道它有殘值 但是 我也可以 假裝我不知道 然後就把它設為0 那設為0 其實對公司來講 是有好處還有壞處 其實設為0呢 它其實對公司來講 是有好處的 比如說我認為說 我機器設備用了十年以後 還有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殘值在那裡 那就代表說 我有四分之一的 沒有攤體折舊 對不對 那理論上呢 我們說機器設備 如果折舊速度快一點 或折舊年限少一點的話 對我們做投資案評估是有利還不利 當然比較有利 所以呢 你如果把機器的殘值設為0的話 代表百分之百的成本 都是在你使用的期間裡面 攤體完畢 這就會讓折舊費用 盡量往前面回收 那對我們做評估的人來講 是比較有利的 那當然也會是因為這樣 所以通常你在處置 這個機器設備的那個 時點來講 就會有一個問題 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會計上呢 這個機器設備 這個機器設備的殘值 會是0 或是淨值就是0 因為你剛好 就把我們的那個 全部的使用年限都使用光了嘛 所以它的淨值 會計上的承認價值是0 但是呢 如果說 陳老師所開5年以後 那部車子還可以賣得20萬 好 那這個東西是你可以估計出來 因為5年以後 它的二手車市場 我們假設這部二手車 在5年以後就是20萬 好 那你賣的價值是20萬 但是你塊計上承認的價值是0 那你在處置的過程當中就會怎麼樣 就會產生 處置資產的利得 那我們說 因為我們在 在估計現金流量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其實就會跟各位強調 其實我們在這邊所做的所有的現金流量 都是用稅後的現金流量來計算 尤其我們剛才營運的現金流量 就已經跟各位講了 我們是把什麼稅前淨利 減掉稅 等於稅後淨利再加折舊費用 所以那個本身來講都已經是有扣除掉稅的影響 那所以呢如果說其他的所有的現金流量 都有扣除掉稅的影響 你這個期末的 處置資產的現金流量 也要扣除掉稅的影響 所以如果我剛才所講的 如果我的二手車在 那個最後的期末可以賣得20萬 那會計上承認的淨值只有0 所以這20萬整個就會被當作是 處置資產的利得 那他必須要被扣除掉 所得稅 真正到你口袋的錢就是扣除掉所得稅以後的 那個產值 OK 所以20萬呢 我們假設我們所得稅率是25%的話 就是說你拿到20萬的價款 那你必須要保留5萬塊錢是交稅用的 對20萬乘以25% 那你真的能夠掉入口袋裡面的那個 現金流量呢 就只有15萬 OK 所以你要考慮那個資產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有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就是說 你會不會有可能 那你在你結束案件的時候 這個機器設備還有一些帳面價值 OK 然後呢 你會不會你的市場價值是低於你的帳面價值 比如說我的二手車 那個稅法上面規定我要用比較長的折舊年限去探體 那所以呢 我在結束我營運的那個時間裡面 我還有帳面價值 假設是50萬 OK 50萬 但是我真的賣掉二手車的時期 我賣掉只剩20萬 OK 那就中間就產生什麼 30萬的處理資產的損失 那因為我產生這30萬的損失 我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讓公司的其他部門 產生的盈餘就可以抵消掉 少交一點稅 所以我如果產生30萬的損失 如果所得稅率還是25%的話 那就代表這30萬的損失不是全額是損失 因為我另外有75000塊可以抵稅的效果 所以我真正在這邊 如果處理資產會有損失的話 那理論上我還是會產生 額外的75000塊錢的那個 所以我雖然帳面價是50萬的一個成本 但是呢 我賣得的機器設備 產生20萬的現金 那除了這20萬現金以外 我另外有75000塊的抵稅的效果 所以我整個處置資產的稅後 現金流量就是275000 OK 所以你要加上這個抵稅的效果 那此外呢 我們會必須要在投資案結束的時候 不要忘記 這通常也是很多人會忘記的一點 就是必須要把我們的 淨營運資金的水水 恢復到執行投資案之前 那我們剛才其實做的很簡單的假設 如果這是投資統一超商的時候 那我要開始營運之前 我要配置100萬的一個存貨 然後到我結束營運 要把這個店收掉的時候 我會必須要把這個100萬的存貨 把它處理掉 那處理掉我們當然說 我們最簡單的一個假設 就是說我們把這100萬的存貨 拿出去賣 然後也賣的100萬的一個現金流量 OK 那所以我們就會說 那在我們結束案件的時候 除了我們機器設備會處理掉 會得到一筆現金流量 那我們假設說 我們原先也有一些存貨的投資 那這個存貨投資也會被處理掉 也會回收一些現金流量 當作我們結束營運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的非營運現金流量 好 那我們下節課呢 我就講一個完整的例子 那我們剛才已經跟各位完整的 簡單的報告過 說我們的那個要評估一個全新的投資案 大致上會遭遇到怎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呢 可能就是講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完整的例子 那當然在這個很簡單的完整的例子裡面 我無意將所有的東西都搞複雜化 好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跟各位講 什麼是忌諱成本 什麼是乘入成本 什麼有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在講這個例子之前 我們會希望大家不要 就是聽到一半 然後就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這個例子就力求簡單 我們假設有這麼樣一個例子 我們說有一家公司呢 他是原先呢 是以生產橡膠玩具的公司 然後他今天就想要 增加一個新的部門 就產生那個佈置的一個玩具 然後呢 我們基本上就要先判斷一下 這個投資案是一個所謂的一個 相互排斥的投資案 還是一個獨立的投資案 那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 那你新設的這個佈置的 玩具的那個工廠 不會影響到現有的市場 因為影響到現有的市場 你要去估計 你們學過經濟學 應該都知道會有一些外部性 你不要說 你生產了新的玩具以後 那舊有的玩具是 你自己舊有的玩具的那個 生產線就會受影響 那你要估計那個外部性 那不是說不能 估計那個外部性 而是估計起來很可能 稍微要 有一點複雜性 那我們這邊就假設說 他完全不會干擾到 我們現有的產品線 所以他是一個全新的一個投資案 那這個全新的投資案呢 我們需要機器設備 那我們的機器設備呢 我們假設就是要一千萬 另外呢 我們需要額外的兩百萬 去進行所謂的 安裝跟試運轉的一個費用 OK 然後呢 我們公司呢 預計這個新機器可以使用五年 那我們這邊採用直線折舊法 折線折舊法就是說 五年的話 那每一年的 所對我們公司的貢獻都是相同的 就五年的折舊 實現折舊法 那在五年以後呢 會計上的產值 我們假設它為零 然後我們公司呢 那生產的部門呢 認為 雖然我們在五年之後呢 會計的產值設為零 但是呢 我們如果五年之後 要結束這個投資案 那我們 可能還是可以把這個 舊的機器 拿到二手市場去賣 可以賣得三百萬 OK 那你說 你如果知道能夠賣三百萬 你為什麼一定要設 會計產值是零 理論上你這樣設的話 是可以對公司來講 增加進限值的 你讓你的那個折舊盡快提光 趕快把成本 攤提掉 然後提早去realize 你的稅的一個好處 然後讓我們的現金流量 可以比較早還本 所以這個理論上是好的 所以公司可以這樣做 那公司的行家部門 預計在未來五年中 前兩年佈置完去 將會幫公司 各帶來六百萬的收入 後三年呢 我們公司可能越做越好 那我們的收入可能是八百萬 然後生產部門呢 也分年幫我們估計 我們的營運成本 我們前面的兩年呢 營運成本各增加兩百萬 後面的三年營運成本呢 各增加三百萬 OK 那我們如果要執行這個 布置玩具的計畫呢 除了機器設備之外呢 額外的我們要增加 一百萬的淨營運資產 淨營運資金的一個天制 通常來講的話就是說 那你一開始就要有一些存貨 比如說布置玩具的一些存貨 因為以往就沒有這些存貨 那你很可能要提前有原物料的存貨 那我們假設呢 這家新興公司所面對的 所得稅率為百分之二十五 那我們的稅後資金成本為百分之七 那請問這個方案的淨限值 內部報酬率還有獲利係數各為多少 那邊多了一個怪怪的字 那我們該不該執行這個布置玩具的擴充計畫 那我們通常呢 在進行這個投資分析的時候 應該都會在Excel的四算表上面去做這個投資分析 那因為我們這個很簡單的例子 所以我們就把它弄到一個畫面 那當然你在Excel的那個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做得非常久 那所以那個 那個行數就可以無窮多行 這樣子來做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分三個運算 我們剛才不是說 在做一個全新的投資案 你大致上有三個現金流量必須要去預測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原始的投資 原始的投資就是 你在執行計畫 一剛開始 資金就要到位的額度是多少 那我們這邊當然是簡化掉的一個結果 因為一般來講 那個原始支出來講 你的計算就應該是佔所有投資支出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投資分析非常大的一個項目 因為第一個 你來想想看 101金融大樓 或是台灣高鐵 你如果要做投資分析的話 那最難的部分在哪裡 最難的部分就在這裡 對不對 最難的部分在這裡 你說那個營運的現金流量那個東西呢 其實你大概還蠻好計算的 OK 當然那個成本面 營運的成本大概也要花一點心思去估計 那當然營運收入那一面 你大概有來客數 那就可以算出來營運的收入大致上是多少 所以真的最困難的估計是在這裡 台灣高鐵它到底要有多少的土木方面的 取得土地要多少成本 土木方面有多少 機器設備 那個鐵軌 然後其他的那個東西要算的話 那真的是非常難算 那我們這邊當然就簡化了 就把它分為兩個部分 取得一個機器設備 那它大概的總成本是多少 那當然我們這邊總成本當然也有一點點簡化 就把它簡化成就是說 只有機器設備的售價一千萬 然後你有安裝試運轉的費用是兩百萬 那因為這個安裝試運轉呢 對我們整個機器存在的五年 都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就依照會計的一個法則 應該就把它算成資本支出的一部分 然後就分五年去攤提 因為這個安裝市場費用 事實上對這五年產生收入來講都有貢獻 所以我們就把它加起來 所以我們的機器總成本是一萬兩千塊 不是 對不起一千兩百萬 一千兩百萬 那當然我們到時候要攤提折救的時候 就根據這一千兩百萬攤提折救 然後我們額外有個一百萬的淨運資金的投資 那我們這邊用瓜糊呢 都代表它是支出 就是負的現金流量支出 所以呢我們如果一剛開始決定要投資這個案子 我們一剛開始就要一千三百萬的一個資金要到位 要到位 然後呢我才開始可以營運 每一年營運呢可能都去賺一點現金流量 那因為我們已經算出來原始支出 那百分之百的機器設備的成本 都在這個十點就支出了 所以我們後面的那幾年 就不應該只看它的會計上的盈餘 而是看實質上現金會到位的 那所以呢我們假設我們的那個折救費用 折救費用事實上是直線折救 所以我們如果說總成本是一千兩百萬 那每一年的折救費用就是兩百四十萬 兩百四十萬 那所以呢我們每一年要去算所謂營運而來的現金流量 那就是把我們的revenue 我們的revenue我們來看第一年 我們revenue是六百萬 然後呢我們會減掉那個兩百萬的一個營運成本 這營運成本當然是原物料啦 然後所謂的那個水電啊 還有所有的那個人力投入的一個資本 那我們假設是兩百萬 ok那六百萬減掉兩百萬呢 四百萬 我們剛才不是有個減要的那個計算 營運現金流量的公式 R-C乘上1-T 所以呢六百減掉兩百等於四百 四百乘上1-T 我們的稅率是百分之二十五 那所以我們的那個1-T的話 就等於0.75 就四百萬乘上0.75等於三百萬 然後再額外加這個240萬乘上T 那T是0.25嘛對不對 那所以0.25再乘上240萬 就等於它的四分之一嘛 就是六十萬 所以我們的三百萬加上60萬 就等於三百六十萬 再講一次 R-C 就是六百減掉兩百等於四百 四百乘上0.75 再加上240萬乘上0.25 等於三百六十萬 那依此類推 你大概就可以算出來 我們營運的現金流量 前兩年是三百六十萬 後三年的話是四百三十五萬 OK 那當然我們覺得 這個投資案我要進行五年 五年就要結束 那我如果五年結束的時候 我必須要去儲置掉我的機器設備 然後還要把我淨運運資金恢復到原狀 那我一剛開始的時候是買機器設備 然後增加淨運運資金的投資 所以我在結束案子的時候 然後我是把機器設備儲置掉 也就是等於把它賣掉 然後把淨運運資金 原先是投資的 那我後來就把它儲置 所謂儲置的話 你如果投資 你就把它想像成 我有一百萬的存貨 對不對 然後我之後 要把一百萬的存貨賣掉 拿回現金 所以我在第五年的年底 除了我原先已經有 營運的四百三十五萬以外 我額外還有一個儲置資產的 或是回復到原狀的一個 非營運現金流量 那非營運現金流量 它是哪些item 我們先來看 儲置這個機器 把這個機器設備賣掉的話 我會有怎麼樣的一個現金流量 那我們這個很簡單 我們說 我們會計上 原先假設它的殘值是零 對不對 那五年已經全部把那個 機器設備全部折就掉 所以呢 我會計上的殘值是零 然後呢 我的 我的市場價值 這個機器設備 當二手機器 賣掉可以賣掉三百萬 所以我這整個三百萬呢 就可以當作是 處置機器設備的利得 OK 那因為我有這麼多的利得 我要繳百分之二十五的稅 所以呢 我的稅是七十五萬 三百萬乘上0.25 那我賣機器呢 我從 那個買方的手上會拿到三百萬的現金嘛 因為我整個賣價是三百萬 但是這三百萬裡面不能全部入貸 其中要七十五萬要拿來繳稅用的 所以我能夠入貸的錢是多少 兩百二十五萬 OK 能夠入貸的錢就是兩百二十五萬 那除了這兩百二十五萬以外呢 我額外有一百萬 是我把原先為了做這個案子所投資的淨運資金 我們剛才假設是存貨的話 那我就把存貨拿出去賣也可以拿回一百萬 那所以呢 我們的非營運現金流量在第五年年底 會有三百二十五萬 其中兩百二十五萬呢 是機器儲置的一個現金流量 就儲分資產的現金流量 然後呢 另外一百萬的話是儲置掉 或是把淨運資金恢復到原狀 所得的額外的一百萬的現金流量 所以加起來是三百二十五萬 所以第五年年底呢 你就會有四百三十五萬的 營運的現金流量 再額外加上三百二十五萬的 非營運現金流量 四百三十五加三百二十五 那總共是七百六十萬 所以呢 我們就看最下面的這一列 就是你如果決定去做這個投資 一剛開始要一千三百萬的資金到位 那第一年呢 你可以拿到三百六十萬現金流量 第二年三百六十萬 第三年四百三十五萬 第四年四百三十五萬 第五年年底呢 一共可以拿回七百六十萬 那這個投資案如果現金流量是如此 那我們當然就是說 你就要開始計算它的淨限值 IR那些東西 那我們就來求算淨限值好了 我有沒有求算其他的東西 好像沒有 理論上你們可以去計算一下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假設我們的資金成本為百分之七 那這個資金成本的計算呢 我們在下一張裡面就會跟各位講 OK 如何去決定這個百分之七的資金成本 那我們這邊先假設我們的資金成本 已經算出來了百分之七 那你就要計算到NPP等於多少 那我這邊的寫法 我這邊的寫法是比較像是 如果你有一個財務用的計算機的話 那你就從第零年開始 那逐年把這個現金流量輸進去 然後再給他一個百分之七的資金成本 那你的計算機會有一個NPP的一個 Special Function 那你按進去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是有賺錢的 5797050 所以你的淨限值算出來是 五百七十九萬七千零五十塊錢 淨限值大於0 這個案子就可以去做 所以理論上來講 這個案子就可以去做 那你當然也可以算出IR 這個IR 這個IR如果 這個我早一點的版本 是有把IR跟那個PI算出來 那IR算出來的話 應該是大概百分之二十點多 那你的資金成本只有百分之七 那百分之二十點多的IR 就是說你的資產報酬率 做這個案子 投資這個資產 平均五年每一年的報酬率是百分之二十 那你的資金成本只有百分之七 所以你的資產報酬於高於你資金成本的部分 就是等於你幫股東創造出來的價值 OK 所以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必須要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要去做這個投資分析 它其實本身是困難的 也不太容易做得很精確 理由就是說 人沒有辦法預先去看見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那比如說 你如果在十幾年前你要去坐台灣高鐵 或101金融大樓的一個投資案分析 那101是70年的一個特許權 然後台灣高鐵的話是30年的特許權 但是30年之後它有優先的預約權 那通常來講在沒有太大的意外之外 它應該可以繼續去經營 所以真的繼續經營的那個年數很可能遠超過30年 好 那你今天來講說 我連一專一瓦都還沒有開始去做 那我今天就要做完整個經濟分析 做完我們剛才所講的這些經濟分析 那你能做到多精確的地步 事實上是很難 那我們通常為什麼說很難做得精確 那我們乾脆不要做這個經濟分析 其實並不是如此 你還是要做 為什麼 你會藉著做投資經濟分析的過程當中 讓你去理解到 它成本可能在產生的地點哪裡 因為我們成本要推測出來一個數字在那裡 可是常常你如果沒有開始去做這個分析 你根本就不知道哪邊有可能會有什麼成本 一定就是我們在做這個成本的分析裡面 我說這邊要土地成本這邊要什麼 機器測費的成本 那機器測費的成本用美國的 用德國的或用怎麼樣的 各自的代價又是多少 然後你才會開始去 具體的了解說 在做這個投資案分析 有哪一些大的項目 是你要注意的 那當然你必須要去推估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可能精確可能不精確 精確與否可能 所帶來的經濟 所帶來的那個功用 可能還少一點 反而就是說 你有去想到這個項目 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 所以呢 投資決策 明明知道這個投資決策的結果 跟分析可能會非常不準確 但是他還是要很具體很努力的去做這個分析 因為做這個分析的過程當中 能夠讓你理解到 很多這個投資案本身 所帶來的風險 跟所可能有的經濟效益 所以呢 其實說真的 實務界 千萬不要以為你們的老闆 是看了你分析的 MPV跟IR 就決定了要不要去做這個投資案 OK 因為這個算出來MPVIR 這個東西可能非常不準確 OK 那很可能你的老闆 就是因為探討的整個過程當中 他知道這個行業 可能除了最直接的經濟效益之外 他可能還有哪些潛在的附帶的好處 也可能會知道說 有什麼東西可能會是潛在的風險 像我們其實在第二章跟各位探討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也告訴各位 說很多的投資案 很多的business model 他未來是潛在有替代品 未來是有潛在的進入 潛在的進入的競爭者 那這些東西很可能在你投資方案的分析的過程當中 你會理解到說 我這個商品會不會有潛在的替代品 有沒有潛在的那些風險存在 那有可能有這些分析 你就會了解說 儘管我很可能有一兩年的優勢 可是這優勢很可能幾年以後就變不見 我很可能也會知道說 我做了這個投資案 最直接的經濟效益 可能只有一點點 但是後續的經濟效益 可能無限 有沒有這樣的投資案子 也有 比如說我們今天開始 你去做一個投資案 那你以往都沒有去做某個地方的一個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鴻海 鴻海在前幾年有投資 不是投資 他有捐獻給台大醫院 那一些捐獻 那在這個捐獻的過程當中 那當然直接大家看到的好處是說 台大醫院得到非常大量的金錢 你可以去添購一些 我們去需要的一些醫療器材 但是也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讓鴻海也可以有一個非常直接的一個 了解說 未來如果鴻海要去做這個醫療設備的話 那他會有什麼技術上的障礙要突破 然後他會有怎麼樣的潛在的一個市場可以開發 那他如果說藉著這個捐贈的過程 那認識了全台灣最優秀的醫療從業人員 然後這些醫療從業人員也會回饋 因為他也會感想說鴻海帶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資源 然後讓我們台大可以繼續成為第一流的醫學院 那當然台大醫學院的一些教授們也會跟鴻海一起去探討說 那是不是有哪些醫療設備可以去做或怎麼樣 所以間接的對鴻海來講 他有一些potential的一個future benefit 這個future benefit很可能潛在是無限的 所以你不要只看到說 我直接的經濟效果 只是鴻海均線給台大醫院的這些東西 背後可能會帶來一些好處 很可能背後這些好處的 所得到的利益遠超過我今天的捐獻 那這樣的一個投資案 很可能是一個很值得去做的投資案 對不對 那相同的我們在做很多的投資案 事實上本身在探討的那個picture 可能是比較小的 你很可能可以想像出來說 未來因為我做了這個投資案以後 會有很多很多增加出來的選擇權 這些選擇權如果站在我們的那個 選擇權的價值的立場來講 如果他是屬於是一個選擇權的話 對於我們企業來講 這個選擇權的價值就只會大於等於0 也就是說我們常常做很多的投資案 他本身的直接效用 當然就是我們這個投資案本身的直接利益 但是通常任何一個投資案都有後續的一些影響的效益 OK 很可能現在是一個小投資 但後來你會發現說他所帶來的一些knowledge 帶來一些learning的effect 遠超過那個本身所投資的一個成分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就是說 有些企業他可能會去投資 看起來一定會虧錢的一個投資案 那為什麼他要去做 我們舉例來講 我們當年剛開始開放台商到大陸去投資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的執政者 那時候的執政者跟現在的執政者不太一樣 那時候的執政者就常常問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去統計過了 所有台商到大陸去投資的 有一半以上的廠商是虧錢的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讓那麼多的台商到大陸去虧錢 那當然做生意的人的眼光跟執政者的眼光很可能不一樣 大家都是各取所需去做論述 那至於做生意的人他可能會知道說 我今天我如果開始到大陸去做投資 我就開始了解大陸的法規 了解大陸的市場 了解大陸的供應鏈 那這些knowledge是無價的 那當初台商之所以到大陸去投資 他很可能抱著一種potential 因為在20年前15年前來講 大家都在預測大陸很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那當然今天就驗證的是真的 最重要的不管是手機電腦 或是電器用品最大的生產的地方 那如果真的那些條件realize的話 那他會用掉多少的晶片 多少的那個半導體 那你如果不讓台灣最好的兩家半導體的製造者 到那邊去卡位的話 那你是不是他們未來的競爭力就不見了 對不對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說你在那個產品差異化競爭優勢沒有消失之前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將這個公司的那個 經營的優勢變成第一身份領導 也就是說高的周轉率的策略 那當然尋找一個新的市場 是一個高周轉率的策略最主要實踐的一個 一個具體的方式 所以那時候台積電聯電都有打算到 中國大陸去蓋晶圓廠 那當然你如果直接跟他講說 那個你蓋晶圓廠一定會虧錢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正在想的是一個potential OK 所以呢 我們要跟各位強調 當然 教各位說去做一個準確的 正確的一個經濟分析 是重要的 那當然我們也要告訴各位 真正在做這個企業決策的時候 可能你依據的 不只是說這個投資案件的 真的MPP的大跟小 因為他還必須要去想像另外 就是說間接的經濟效益有多少 那間接經濟效益到底有多少 其實也會是不準確的 你也沒有辦法去估計說 那我多出來這個選擇權的價值有多少 因為那很多的參數是很難預計的 所以通常來講 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只是一個hunch 只是一個直覺 你很可能會覺得就是說 我需要這樣的選擇權 所以我願意賭一賭 那我如果賭對的話 那整個投資人很可能就會變得 是好的結果 那當然沒有任何一個生意人 他看百分之百保證 我做的投資人一定會賺錢 其實投資的例子 失敗了很多 那很可能就是這個產業的特性 所以跟各位強調一下 這應該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接下來這是一個滿有趣的東西 你們在很多的交易事務上面 應該不會看到這個sector 也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 因為我常常會 不小心就 總會有認識朋友 那他們知道我是交財務管理 然後交財務管理他們 有些公司 他們會有一些投資案件 然後請快事事務所去幫他們做分析 對不起 會想到快事事務所 因為任何一家公司都有跟快事事來往 所以他們在做那個投資分析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那個顧問 那樣就是快事事務所 那在這邊 我必須要強調一下 那是早年的情形 因為後來我知道有沒有情形以後 那個我在台大就開始會教這個東西 那 希望有上過我的課的快事事 後來就不會換這樣的問題 那一些快事事 他們在幫他們做投資分析的時候 然後都會把所謂的 融資方面的現金流量 然後把它摻雜在我們做的 投資分析裡面 那我們在這邊最直接跟各位講 就是說 其實在財務理論裡面 我們會認為 投資決策跟融資決策 它是獨立來做的 比如我剛才講說 陳老師出去 要開計程車 那我要花了這一百萬 跟我以後開車每一年的 所賺的錢 跟我要說我這一百萬 是自己口袋裡面拿出來 或是我這一百萬去跟銀行借錢 這理論上是獨立的 獨立的 也就是說 營運的現金流量跟融資的代價 它是分開去計算 分開去考量的 也就是說 我到底是自己拿出這一百萬 或是呢 我是去銀行借一百萬 這都無所謂 那我的營運現金流量 不會受我融資決策的影響 OK 所以呢 我們 財務裡面的語言就是說 你用營運策略所計算出來的現金流量 你只要用融資的資金成本去當折現率 你就可以算出來準確的 進限值 OK 所以呢 我們這邊 就告訴你 我們剛才所要做的現金流量的計算 就是剛才那種運算就夠了 不需要再去算融資的現金流量 那我們剛才講說 有很多的快速事務所 很可能跟公司去做 投資分析的時候 它為了讓公司能夠把 融資方面的負擔 也一代的 考量進去 所以它會有一點 化蛇添足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 把營運現金流量 然後再加上 如果說這個公司 我們假設我們剛才那個 一千三百萬 我們要籌一千三百萬 然後這個快樂師事務所 的快樂師就會說 我們假設這一千三百萬 其中八百萬去跟銀行借錢 其他五百萬 我們用自己的那個 然後他就把八百萬的那個 什麼還款的那個 本金跟利息的貪銷 全部弄到每一年的 投資分析裡面做 那我們的一個做法就是說 第一個 其實財務裡面講得很清楚 營運的現金流量 就營運的現金流量 你只要算出資金成本的話 你只要你資金成本是準確的話 你就不需要再去估計 逐年的融資的現金流量 那第二個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融資的現金流量 你要硬要放進去的話 非常有可能會導出錯誤的結果 怎麼會導出錯誤的結果呢 我們這邊就來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 那他的形式事實上 我們就不要去注重 這個中間怎麼計算 這個中間計算過程 跟我們剛才那個 布置玩具的那個 現金流量的形式是滿像的 那我只是創造出來一個 我比較想要的一個 現金流量的一個大小 我們假設我們有個投資案 那他是四年的投資案 那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籌八百萬 OK 然後我營運四年 每年呢 有三百五十萬的那個 營運的現金流量 OK 然後呢 最後第四年呢 會有個三百萬的 非營運現金流量 所以最後第四年 會有六百五十萬的現金流量 OK 那我們到目前的主張就是說 你只要根據 我們這個營運的現金流量 想出來你的 融資的資金成本 然後用融資的資金成本 去當折限率 你就可以算出 準確的MPP 那我們現在如果說 好 如果有人認為說 我要把這個融資的這件事情 考量進去 因為我們說融資這件事情 我們最簡單一個方式 是想打算怎麼樣 我們假設這八百萬 全部都用借錢來 我們就不要分說有多少 有資金 我們做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我們假設這八百萬呢 我全部是借錢來 跟銀行借錢 這八百萬 那因為我們上面的營運現金流量 計算的法則是用稅後的現金流量來算 所以稅後的現金流量 就是代表說 任何一個現金流量 你就要考慮大家稅的效果 那我們假設呢 這八百萬我到銀行去借的時候呢 我的那個利率是 百分之六 百分之六 那百分之六各位知道 利息本身是可以抵稅的 所以我如果說好 我每年呢 如果因為借這個八百萬 產生百分之六的利息 那就要交給銀行多少錢 48萬的利息嘛 對不對 48萬的利息 可是因為產生了48萬的利息費用 我因此可以節稅 節多少 節掉百分之二十五的稅 所以48萬裡面呢 我又百分之二十五的 就是會節省一千兩百萬的稅 所以對我來想 真正的稅後的成本是多少 就只有三十六萬 那我假設我跟銀行借錢 約定的狀況就是說 這個在到提前之前 只還利息 然後資金到的時候 我還本金 OK 所以呢 我融資的現金流量 我今天拿到八百萬 我未來每一年呢 會有三十六萬的 稅後的資金成本 稅後的利息 就是48萬 然後減除掉 十二萬的抵稅好處 那我真正的成本是三十六萬 然後到最後一年還要再還個八百萬 那我這邊 單獨就把這個 融資的現金流量 再把它算一行 所以融資的現金流量 是我這邊拿到八百萬 然後每一年的稅後利息負擔 三十六萬 三十六萬 然後到最後一年是 八百三十六萬 就是最後一年的稅後利息 加上本金的償還 八百三十六萬 好 那我們再把這個 紅的跟這個減藍的 兩個合併起來 那你就得到最下面的 深藍的這個現金流量 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 總現金流量 好 那今天我的假設 我全部的資金八百萬 是怎麼樣來的 借款而來的 那我的資金成本呢 本來稅前是百分之六 稅後是多少 百分之六乘上 一減掉 0.25 所以我稅後資金成本 是4.5% 好 那我們現在就 來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們現在的approach 就是讓你估計出來 4.5% 針對呢 那個project cash flow 就是營運的現金流量 就是投資按本身所產生的 現金流量 那你會算出來呢 我們的多少 我們的那個 競限值是707萬2024元 如果你用4.5%去折 我們剛才所講 最下面的total cash flow 就是把營運的現金流量 跟融資的現金流量 兩個合併在一起 最下面那一列的那個 深藍色的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 這個深藍色這四個 那你用4.5%去把它計算 發現 它也是一樣 707萬2024 怎麼會這樣 之所以會這樣的原因 其實就在第三個panel 你就可以看到了 融資方面的現金流量 你如果用你的資金成本 去當折現率 它事實上 就把融資方面的現金流量 的進限值 折現出來就是等於0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這個之所以用資金成本 去當我們的折現率 它本身就是讓資金得到合理的報酬 記不記得我們當初在 算MPV的時候就跟你講過 你期初的時候去跟銀行借 1萬塊錢 期末的時候 1萬3千塊錢 對不對 那你到期末等於還銀行 1萬1千塊錢 為什麼還銀行1萬1千塊錢呢 你的報酬率你的資金成本是10% 對不對 然後你計算出來的那個 MPV的1818.2 那時候我們就告訴你說 那個就是考慮了 資金應有的報酬之後 那你還得到了進限值 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 我們這邊這樣來跟你講 如果你當初的錢 完全是跟銀行借的 那每一年所得到合理的報酬 之後再把銀行的錢還完 那這個東西你如果用你的 資金成本去折現的話 那整個融資活動 它的進限值就是等於0 所以我們要強調的 我們剛才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們只要很簡單的 算出營運的 project cash flow就好 因為我們說 project cash flow是投資決策 你要做投資決策的時候 你不用先去想說 我這個投資決策的 1千3百萬 多少錢是要怎麼籌的 你完全不用考 就像我說我去開計程車 我計程車我不管說 我一百萬是自己出來 還是去借都不管 因為它不會影響到說 我開計程車以後 每一年的現金流量 那我如果說 估計完了現金流量以後 再想想我自己的資金成本 我如果去銀行借 資金成本多少 我拿我自己的資金成本多少 我可以去算一下我的MPP 那哪個MPP對我來講有利 我很可能在考量我真的融資策略 OK 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今天如果說 我們常常看到外界的 一般的實務界 它常常在做投資分析的時候 它可能會做錯誤 的一個法則就是說 如果你完全都能夠估計出來 真正的資金成本為多少的話 那你拿你的正確的資金成本去當折限率 你最多最多就是做到說 跟我們做的完全一樣 也就是說 我們假設你資金成本的估計是正確的 那你不管有沒有包含這個 融資的現金流量 你做到最極致就是正確的 就是7072024 那我們現在其實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通常來講一個公司是有複雜的資本結構 所謂複雜的資本結構就是說 它不只會有舉債 還會有什麼 還會有自有資金 我們剛才這個例子會生出來說 都一樣 我們是占了一個便宜 這便宜是代表那800萬全部都是借來的 那公司的資金成本就是那800萬的 舉債的資金成本 但是現在任何一個公司 他在計算資金成本的時候 一定都有自有資金 好 那我們說 這邊之所以能夠這麼乾淨 看起來這麼好看 是因為 他完全使用舉債的資金 所以呢 他所有的現金流量 都可以去估計出來 就像我們剛才所有的現金流量 都可以估計出來 如果今天你用的是複雜的資本結構 也就是說 你除了有舉債以外 如果還有自有資金的話 那我們說舉債的現金流量很好估計 那但是使用權益資金的話 你的資金成本如何估計 你使用股東權益的話 你能不能就是說只有估計 我們的股利的支出 就算是現金流量 OK 那我們在下個禮拜 我們當然會比較明顯的 來跟各位交代 其實 你如果有使用所謂的自有資金 使用股東權益資金的話 那理論上我們是很難估計他 這個融資活動 所會產生的現金流量 那我們在估計使用權益資金的過程當中 我們極少會說 我們是依照我們 所要發派的鼓勵 來決定我們的資金成本 我們在下個禮拜很可能就會告訴各位 所以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是非常難估計的 而且我們估計是用事先的概念 去估計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而不是用事後真正實現的概念 去估計資金成本 那我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可能大家還不太清楚 那下禮拜會了解 那我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常常在講說 那使用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你最直接可以想像到就是說 就是發放股力嘛 那我們舉個例子 台積電在從公司成立的前面17年 它完全沒有發放現金股力 那請問一下 台積電在使用自有資金的時候 前面17年完全沒有產生任何成本嗎 有沒有成本 還是有成本啊 那成本怎麼估計出來 它完全沒有發放股力 你如果估計出來 那一定要有另外的一個approach 然後第二個 那 難道就是說 使用股權的資金成本 就只有股力嗎 那有沒有其他東西 有 比如說我們說像Google 或是比如來講我們說蘋果電腦 我們說蘋果電腦 它前面幾年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錢 股價漲得很高很高很高 但是呢 你如果說它股力只有發派一塊錢 今年才要發派一塊錢 我花600塊錢去買 我們假設說我花600塊錢去買蘋果的股票 股力只有一塊錢 然後我的資金成本 我花600塊錢投入我的資金 然後只拿到一塊錢 一塊錢 那我的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難道是600 六百分之一嗎 不是 OK 那你可以講說 你當我蘋果的股東 你今年至少股價從600塊錢 漲到六百六七十塊 OK 那這個 資本利得也算是 當股東所拿到的一個回饋 所以理論上來講 可是我們說有資本利得的 然後就有資金成本 那沒有資本利得的 比如說你如果 今年你投資宏達電 那宏達電股價大跌 那你說 宏達電股價大跌 那它跌掉 我們假設股價跌到 跌掉五百塊 那你領到四十塊錢的股力 那你要倒虧 什麼四百六十塊 那你說 對宏達電來講 它的使用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不僅沒有成本 而且成本還是負的嗎 有沒有負的成本的概念 沒有 所以我們才在講說 其實幾乎所有的公司 它都有使用到 債權跟股權的資金 當然我們這邊要強調說 債權的資金 或許現金流量你很容易估計 所以一本就是說 你把這個債權的 現金流量估計的很清楚 然後想把它併進去做投資分析 那可是 我們要問的說 如果你有用到股權 股權的現金流量 你如何估計 所以我們這邊要強調就是說 比較 財務理論界認可的一個 投資案評估的方式是說 你對於 投資案本身 所牽涉到的現金流量 我們就把它估計出來 就像上面那個紅的 那有關於資金成本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demo過了 就是說 你把資金成本 如果準確的預估出來 那你用資金成本 去當作營運的現金流量 那個上面那個 紅色現金流量的一個 折現率 你理論上就可以估計出來 正確的MPV OK 因為我們絕大部分的公司 都有牽涉到用自有資金 所以呢 對我們來講 我們只要另外有一個科學的方法 去估計到資金成本 然後拿我們的財務決策的資金成本 然後去做投資決策的現金流量的分析 那兩個折現出來就是當公司 算出來真正可以創造出來的經濟效益 所以我們不需要話舌天竹 甚至做一個錯誤的一個估計 就想要把融資的現金流量 包含到這個投資案的一個評估裡面來 因為非常有可能 你的融資的現金流量 是沒有辦法準確估計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那個approach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上到這裡